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我们今天要做一些特别的视频 哈喽大家好,我是胖丁 今天我们临时期想要录一支boyfriend tag 这个视频主题呢 其实就是问Harry关于我的50个问题 来测试一下男朋友对自己的一个了解程度 网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们在其中选择了50个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现在开始第一个问题 我讨厌的食物 你最最讨厌的食物 就是我一提你就不去的地方 就是咱们家楼下人家烧辣糕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吃烧辣 连续一周都在点烧鸡烧鸭叉烧肉 然后还有叉烧黄 等到最后吃了一个星期 到现在我说吃叉烧吗 我实在是受不了味道的味道 他现在是最不喜欢吃的一样食物 因为他连点了一个礼拜 家里面全部都是烧辣的味道 当时觉得特别好吃 就是实在是吃腻了不想再吃了 第二个我最喜欢的歌手 你最喜欢歌手Justin Bieber 无用之一不用问 怎么可能 你不整天喜欢Justin Bieber和Haley吗 可是我最喜欢歌手是周杰伦呀 周杰伦 好吧周杰伦第一 插几第二 我写字的尺码第三个问题 对 第四个问题 我有什么奇怪的癖好 你奇怪的癖好 你奇怪的癖好 你每天睡觉之前 喜欢就是这样揉睡衣 一直揉 对 这个真的是我的一个 揉了很多年了 我从小看 衣服都揉烂了 我会把衣服揉出洞来 我身边好像还没有看见过 跟我有这种共同癖好的人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过 对说是缺乏安全感 真的把那个衣服 磨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洞 但是我也是要挑材质的 必须是那种很舒服很柔软的 现在你这毛病已经好很多了 原来是一直揉我的 现在呢 他现在揉他自己的了 然后第五个问题 什么电影会经常让我哭泣 什么电影 原来跟他去电影看电影 从来没有哭过 现在看电影 只要是关于 自从养了狗以后 关于狗狗的话题 狗狗的电影 必哭 上一部是宠爱 谁是谁最爱我 谁最爱我 然后上下的电影是 冯小刚那个 如果云知道 还是什么来着 反正也是关于狗狗的 对 连看了这两部电影 真的快哭死了 太惨了 第六个问题 如果我要收集某样东西 会是什么 你现在要收集东西 鞋 包 首饰 首饰吧 现在喜欢收集首饰了 也开始 第七个问题 我最喜欢去哪里旅行 最喜欢去哪里旅行 最喜欢去哪里旅行 现在的话应该是纽约 对吧 嗯 对吧 应该是 你只说没玩够 I don't know why 第八个问题 最爱点什么饮料吃饭吃 最爱点 饮料肯定是可乐 冰河 冰河 对 第九个问题 如果我要点披萨的话 一定要加什么配料在上面 这太简单了 一定要加的是 pineapple 对 triple 三倍的菠萝在上面 对 我只要点披萨 我就一定要triple pineapple double是不够的 然后第十个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你觉得我会选择 在哪里生活 在哪里生活啊 就是不是说工作 要是生活 这个问题我自己都要想一下 其实 肯定就是 既能安静 但是呢 又是大都市 嗯 那就是找一个那种 大都市的郊区 找套房子 盖套房子 以后在那住 平时又能远离城市的喧小 然后呢 你要想体验体验这个大城市的繁华 你就可以开社区 差不多 我也喜欢这样的生活 谁不是呢 第十一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第一次一起去旅行 是去的哪里 第一次旅行 那肯定就是咱俩在一起以后到这边来 那就是 就是洛杉矶 对 第一次去洛杉矶 对 第一次去洛杉矶 第十三个问题 早上起来我get ready 需要多长时间 你早上起来get ready很快 很快 真的很快 我上学的话五分钟吧 反正比你快 比我快 但是如果化妆的话可能半个小时 但我化妆的过程中 你正好就洗完澡 然后弄完头发什么 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 我不是一个很拖辣的人 对 第十四个问题 我最喜欢的衣服类型 你最喜欢的衣服类型 很简单呀 卫衣 卫衣 我最近还蛮喜欢西服的 卫衣和西服吧 好 第十五个问题 如果我在动物园的话 我会做什么 会做什么 那可能是快 最喜欢的动物长颈鹿嘛 对 我们俩去过一次动物园 第一次站就是直奔长颈鹿馆 去拍照 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去那个动物园 然后我当时看照片的时候 他是可以坐在一个小 小卡车上 小卡车上摸那个 摸长颈鹿 反正跟长颈鹿近距离的互动 但是呢 我们当时选错了 没有选那个 买错票了 对 最后呢 就只是远远的看到了长颈鹿 所以那天晚上回酒店之后 我整个爆哭 你记得了 我说哭的不行 那一天 没事再去吧 第十六个问题 我最喜欢的垃圾食品 你最喜欢垃圾食品 我觉得最近你最喜欢垃圾食品 你最喜欢垃圾食品 对不对 你最近喜欢的 疯狂想垃圾食 但其实你要是楼桶来讲的话 我一直都挺喜欢吃炸鸡的 就是汉堡啊什么的 比起来的话 我更喜欢吃炸鸡这些 下一个 第十七个问题 如果你现在可以让我改变一点 你会让我改变什么 我让你改变一点 怎么 你是不是有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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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一点 那就是 变得再有耐心一点 对 这个是真的 我是一个比较没有耐心的人 第十八个问题 我有没有追星时期 追星时期有啊 疯狂追星全志龙是吧 那个时候 你知道特别搞笑 那个时候我去看全志龙的演唱会 然后有一次我带我妈去的 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知道前面场的人都站着 肯定你妈在那坐着 对 所有人都要站着 在那疯狂的 就是你只要跳 但是特别巧的是 我妈旁边也是一个陪女儿 去看演唱会 所以她们两个人特别无奈的 对 第二天是我妈跟我说 她现在single 我还觉得疼 就是那个声音太响了 第十九个问题 周五的晚上 我一般会做什么 周五的晚上 一般 周六发视频的话 周五的晚上都在工作 要是没事的话 就在家看电视 我不会出去玩吗 周五一般不出去玩 不是一个partygirl 不是一个partygirl 第二个问题 我去星巴克一般会点什么 你去星巴克 现在一般都会点些甜稀稀的一些饮料 对不对 比如呢 然后说一个饮品名称 最近蛮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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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国的话会点 回国会 回国的话你喝咖啡 就不如喝那些果汁多了 但是星巴克我也很喜欢的 星巴克冰窑陶陶陶 什么乌龙茶 但是一般都会去隔壁的洗茶 再买个杯 下一个问题 第二十一个问题 你在我身上学到了什么 这个我还蛮好奇的 学到了什么 原来的心里就是说我付出了 你一定要知道 但是我现在的改变就是说 我从你身上学到就是说 你为我付出了 你可以不用让我知道 我自己付出就好了 这是一个有深度的话题 可以开开期节目来聊了 如果我们分手了 谁会搬出去 你肯定会搬出去 你肯定不想看每一个 我一定会搬出去的 我一定会搬出去的 我不会说留在一个跟你 全部都是共同回忆的地方 我觉得留下来太整个人了 这我一定会搬出去的 第二十三个问题 用一种动物来描述 用一种动物来描述 这个我也很好奇 可能就是猫啊 为啥 可能就是猫 你就是一个cat person 别人对你好 你对别人更好 别人对你爱他不理的 你也爱他不理的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猫是这样吗 对猫就是这样 OK 二十四 我是一个嫉妒心强的女生吗 不强 进度有什么用呢 对啊 二十五 你觉得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还是悲观主义者 你呢 这肯定一直有点悲观主义者了 你做事的时候可能 都会去先想他的那个最坏的一面 对这个我 不常给自己开绿灯 对不对 这是咱俩的不同 对 所以其实我也蛮想在你身上学习的 因为你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乐观主义者 但是我做的事情的话 我一定会把最坏的结果先想到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 我心里面有一个自己的承受范围吧 对 就不会说到时候结果太差 我自己受到一个太差的 太大的打击 对 但是你就是什么事情都先往好里面想 嗯 那我很想知道 你这种就是做什么事情你都是先往好处想 那如果说结果真的太坏了 你会更痛苦 不会更痛苦 就是已经有这种结果了 就没有办法 就是发生了就发生了呗 所以我觉得你这一点是真的很好 第26 你最喜欢我哪一点 我最喜欢哪一点 好多点 比如说一点 一点 你的脸 满意吧 满意 27个问题 我是一个能控制住自己愤怒情绪的人吗 控制不住有时候 有时候控制不住 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控制不住 但是你有时候在 就是朋友啊 别人熟悉的人还是能控制住的 嗯 综上所述的话就是 但我觉得 有一点不太好的是 其实我现在还是属于那种情绪会挂在脸上的人 对 对 这一点确实还有感性 28 我是一个浪漫的人吗 当然是 当然是 这个绝对是啊 真的不是我自夸 我觉得我真的浪漫细胞很多的 嗯 29 我最喜欢的歌曲 你最喜欢的歌曲 最喜欢的歌手周杰伦 那这首歌肯定是周杰伦的 夜曲 对 太对了 我最喜欢的歌曲真的是 夜曲 你不觉得听了他的前奏 我现在整个人还是GP跟他一起的 下一个 30 我最喜欢的颜色 你最喜欢颜色 白色 黑色 灰色 你选一个嘛 黑色 呃白色吧 嗯白色 确实 黑色跟白色比起来我更喜欢白色 下一个 我最喜欢的食物 你最喜欢的食物现在 嗯 火锅 火锅 嗯 你喜欢吃国内的火锅 对 我喜欢吃现在这种花椒鸡火锅 对 我觉得真的是 嗯 美味 太美味了 然后下一个问题啊 如果我赢了一千块钱 我会怎么把它花掉 吃顿火锅 现在吃顿花椒鸡火锅就一千块钱 哈哈哈哈 其实我应该是说我如果赢了一千万 我会怎么把它花掉 赢了一千万 肯定买房 哈哈哈哈 最买房 33 学校里最不喜欢的课 学校里最不喜欢的课 我知道你初中高中的时候最不喜欢物理课 嗯 我真的很不喜欢物理课 我觉得有点学不会的那个感觉 然后下一个 我最奇葩的兴趣 最奇葩的兴趣 我自己都想一下耶 我有什么奇葩的兴趣啊 最奇葩的兴趣 你有什么奇葩的兴趣啊 我有什么奇葩兴趣吗 你有什么奇葩兴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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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吗 我真的太无聊了吧 我想想 我有什么奇葩兴趣吗 你有什么奇葩兴趣啊 你有什么奇葩兴趣啊 如果可以跟一个女明星换脸 我想变成谁 女明星换脸啊 这个问题我们经常讨论 我们经常讨论 但我每一次答案都不一样 上一次答案是孙以珍 是不是 对 动灵童颜不老 对啊 好喜欢啊 还是她吗 又变了 刷到她年轻时候 那个简直就是神眼 好 所以我现在还是不变 好吧 下一个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 我想拥有什么超能力 超能力 超能力啊 我知道 飞翔 不是飞翔 不是飞翔 呃 弹哥飞翔差不多 你快说到点上了 我想想 穿越时空 也不是 再说一个 飞翔 都有点接近 控制时间 不是 变形 不是 贵妃 不是 那我不知道了 顺一 我下辈子想做男人 还是女人 你下辈子肯定想做男人 对 我真的不想再做女人 想体验一下 38 更喜欢女孩 还是更喜欢男孩 就生孩子吗 对生孩子 我现在喜欢女孩 我问的是我 哦 你肯定喜欢男孩 哦 我喜欢男孩 我什么我都不提了 你说我为什么喜欢男孩 你为什么喜欢男孩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因为你觉得男孩随妈妈 是不是 不是 长得好看了就 我是这么肤浅的人 那是什么呀 再想一想 我没有跟你探讨过这个问题是吧 没有 我为什么想生男孩 是因为我觉得 生女孩的话 我会提心吊胆 担心她的更多一点 男孩的话可能还稍微 我心里边能 宽下点心来 是吗 就是女孩的话 你不觉得她出去在外面很长时间 我就会一直揪着那个心很担心 对 而且我就觉得我爸妈养我 真的太不容易了 39个问题 我幻想中的房子 你幻想中的房子 你幻想中的房子 你幻想中的房子肯定就是 你从地基 然后一砖一挖都要你自己建 嗯 这倒是 但你说一下我幻想中的房子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特点 比如说风格呀 风格肯定就是 或者说一定要具备哪一个项 既具备简约大方 又具备家的文心 装修风格吧 对啊 你很喜欢家的文心 你不喜欢那种性能蛋的吧 我不喜欢那种性能蛋 没有生活的感觉 我也不想没有那种 但是我就希望它简约大气一点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对不对 简约大气 这就是我的要求 我希望吃饭的时候上面有透明的 玻璃窗户 窗户 这样阳光可以洒进来 就是特别幻想 这个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应该没有 那你可以就是 在主厅的时候 正餐厅的话 还是正常的 你就去外边那一块建一个阳光房 就是也差不多阳光房的一个感觉 建个阳光房的一个感觉 吃饭就可以了 你觉得阳光洒进来 就是特别有幸福感 对 还能看星空呢 这样就 按家了 什么 诗和远方 诗和远方都拥有了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 第四十个 我最喜欢的零食 最喜欢的零食 我吃零食其实不多 你吃零食不多 就是那种类似点心之类的 点心 点心也算零食吧 也算也算 桂花糕 那种 枣泥糕 枣泥糕 我挺喜欢吃这种糕点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很喜欢吃那种 栗子 栗子 对你选择栗子 下一个 这个我跟你说 送分题啊 我最喜欢的美剧 最喜欢美剧 Gossip Girl 耶耶耶 42 一年中 我最喜欢哪一个日子 一年中 应该最喜欢生日吧 我觉得 不是生日吗 我已经过得喜欢生日的那个年纪了 咱们纪念日 虽然说说不是好像显得有点没有良心 但真的不是 这也不用算是 还没结婚呢 结婚纪念日才是最重要的一天 嗯 那还没有结婚呢 你现在想想 现在想想最重要的一天 天哪 我以为你一达就可以达上来了 生太节 Yep OK 43 形容一下我的style 形容一下style 我的穿衣风格 穿衣风格 你风格太多了 不好形容 就是比较 还是比较偏 我真说不上来 造型太多了 那你就说一下 你最喜欢我哪一种穿衣风格 我最喜欢那种风格 我最喜欢你穿西装 风格 就是那种 轻松的休闲那种 休闲风格 对 44 喝酒是属于豪放派还是内敛派 豪放派和内敛派 这得分喝多少了 你喝到最后大家都是豪放派 45 我最喜欢的季节 你最喜欢季节 夏天 我最喜欢的不是夏天 那你最喜欢什么季节 一共就是四个季节 春天 对 春天 46 我近期最喜欢的品牌 你最近最喜欢的品牌 时装品牌还是 服装品牌 服装品牌 是NEL 是吗 嗯 真是永久啊 哪个女生不喜欢 Nanoshka 对 对 哪个女生不喜欢Snell 下一个下一个 47啊 我更倾向于小型婚礼 还是大型婚礼 小型婚礼 对 这个问题我们探讨过很多次 我就喜欢那种 呃 就身边最重要的人 在人就好了 第48个问题 我会和前任做朋友吗 不会 你介意我和前任做朋友吗 介意 那49 我会介意我的男朋友 单独和女生出去喝咖啡 或者吃饭吗 不介意 我不介意啊 啊 我为什么不介意啊 我和我女性朋友出去喝咖啡吃饭 不经常吗 谁啊 就是我吃饭送行 我不介意 对对对对 你不介意的 嗯对对对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是因为这些人 你都跟我说过 我都认识 但是如果你真的跟一个陌生女性出去 你也不熟的 我并不认识 你也没有跟我提过的话 那肯定的 肯定的 我肯定也不会出去的 我连这种想法都不会有的 哎呦我的妈呀 第50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我们结婚了 你会去哪里带我度蜜月 我们说好了 就是去非洲大草原 对不对 耶耶耶 对 其实50分期就完了 没了吗 没了 我感觉来十分多都没有了 还挺快乐呢 你剪出来就多了 如果大家还想看什么 就是关于我们两个人一起录的视频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们 今天视频 common below common below 今天视频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